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左容写真馆 最近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选举 你说我 我说你 大家忙着喷口水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距离今天将近90年前的1935年 台湾史上投票率最高的第一次选举 1935年11月22日 台湾举行了史上第一次的地方自治选举 这场市会及结庄协议会会员的选举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市议会与乡政议会的选举 分别缔造了97%与92.6%的惊人投票率 其中在台北的土城庄 新竹的红毛庄 甚至出现投票率百分之百的惊人现象 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跟背景呢 在这一场选举当中 由杨兆佳先生所领导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他们所推荐的候选人大获全胜 全数当选 这当然是组织战与集中票员投票的功劳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前面所说的 平均相加起来将近95%的投票率 就知道这其实是官方与民间通力合作之后的结果 以地方自治选举为目标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成立于1930年 会员当中台湾本岛人与日本本地人都有 我们现在来看到的就是 当年在台中的岁月楼九楼所举行的成立大会 在会议当中 推举了杨兆佳与洪元皇为正副议长 这个组织等同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在野党或反对党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之后 立刻积极在台湾各地成立支部拉 面见中川建藏总督 来沟通来协调 提出地方自治建言书 举办研讨会灌输民众地方自治的概念 光是演讲宣导就办了24场 前后动用了讲师到达了119人次 动员的民众前来参加的达到了18850人 所有的政策光是靠民间的力量来推动 永远是不够的 一开始台湾知识分子虽然大声疾呼 但是一般阶层的民众对于选举这件事情的态度 却是相当的冷漠 这种现象在台湾日日新报的报导当中 就曾经对此表达忧心 我们现在来看地方自治联盟 在1933年举办的全岛著名中部大会的影像 您也可以发现这种上热下冷的现象 台上的演讲人讲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 而台下的影像左侧动员来的民众 大多数的确是很认真在参与 而镜头一旦扫到右边的区域 我们放大一看 聚小的啦 闭目养神的啦 睡起的啦 放空的啦 发呆的啦 东张西望的啦 而最右侧那一排更是 东倒西歪 揉眼睛翻白眼 超放空 这样下去怎么可能缔造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么高的投票记录呢 1927年 日本帝国议会决议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 1935年的2月 日本众议院就通过了台湾选举的执行预算 到了4月1日 总督中川建杖公布在年底将要举行选举的福报 接着总督府上下总动员 积极准备办好这一场破天荒的选举 1935年的台湾第一回地方选举办法有以下几个重点 一 世界庄协议会二分之一的议员名额由选举产生 这是比照当时帝国议会的贵族院跟众议院两院制的构想 二 具备日本帝国国民身份25岁以上的男子 事实上 日本的妇女获得参政权要到1946年 所以当时当然台湾也只有男性才能投票 三 在该市街庄居住满6个月以上者 四 年缴税金5元以上者 这个5元大概是我们目前的7500元台币 这是比照日本本土在1890年第一次办理众议员选举的时候的规定 当时规定要缴税15元以上才能拥有投票权 这算是选举启蒙时期的一种权力跟义务之间的限制 为了办好台湾史上第一次选举 总督府动员的官方的力量 开始在报纸上杂志上发布选情报导 制造声量 同时呢也发行了各种选举的专书 手册 教导民众选举的意义 还有如何投票 而鼓励投出正确的一票的海报 更是出现在大街小巷当中 从图案中这种招扬攻击就可以知道 这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黎明期 不只是静态的宣导哦 总督府动员各地的青年团 沿街敲锣打鼓 敦促务必去投票 此外在拥有投票权的家户门口 还贴有像这样子的识别纸张 去提醒拥有投票权的人 同时也是塑造一种荣誉感 像这种铺天盖地的宣导 连小朋友也不放过哦 影像当中就是当时的选举双六桌游游戏 让小朋友在游戏过程当中 了解到选举的流程 同时也把这个知识回家告诉家长 由上述的例子就可以知道 某些人说的 为了不让台湾本岛人当选 刻意设下种种的障碍限制 的这种说法是一个错误的偏见 当时拥有投票权的日本本地人 与台湾本岛人的比例 是17.5比82.5 如果真的不让台湾的候选人当选 官方就干脆不要宣导 用越投票直接冷处理 不是更快吗 总而言之 官方就是要举办一场 快快乐乐 热热闹闹的选举啦 事实上 面对这个台湾史上第一次的选举 不仅是民众不了解 连选务人员也是摸不着头绪 因此总督府在选举前的两个月 就开始在各个都市举办了模拟选举 让相关的人员都能够体验一下流程 作为暖身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基隆市的模拟选举的影像 进入会场交付选举通知书 核对身份领取选票 进入投票区进行秘密投票 将选票投入票轨 这个流程是不是跟现在都一样 不仅是官方 候选人也是使出浑身解数 当时帮候选人助选的助选员 叫做运动丸 每个人衣服的领子上面 都有像这样的徽章作为识别 候选人呢 连寄信给别人都不会忘记 在信封上面顺便宣传一下 当然候选人也会在路上发传单 影像中就是李伙真所拍摄 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的 李瑞翰律师 在第二回的选举当中 于太平丁发送传单的连续画面 在战后 李瑞翰与同样毕业于中央大学的 弟弟李瑞峰 在1947年的3月 被军警押走之后 至今尸骨无存 看到这里 您可能会觉得 那日本时代的选举跟现在 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事实上有一个地方 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们现在看到 李伙真在1939年拍摄的 第二回地方自治选举 台北北门门前的选举人看板 您有没有发现 跟现在的看板最大的差异是 上面没有号码 您一定会想 没有号码 那是要怎么样签选投票呢 答案是 在日本时代投票不是用圈选的 是用笔写上候选人的姓名 所以不需要号码 现在您看到的是 日本现在选举时候的投票用纸 其实一百多年以来没有太大的改变 必须在左方空白栏位 用笔写下候选人的姓名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当时台南市教导民众如何投票的报导 可以用汉字 也可以用假名来书写姓名 台南的被选举人他的范例出现了 的字样 那这个是谁啊 这就是在台南没有人不知道的 正成功啦 此外在其他的市街庄宣导案例当中 也曾出现用东乡平巴郎这样的例子哦 总而言之就是要用写的 不是像战后1950年用圈选的 或者是像现在直接用盖的比较快 至于为什么日本时代是必须要用亲笔来写 而战后呢却改成用盖的 那就欢迎大家在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讨论咯 1935年11月22日天还没有亮 就有人抢着去投票所排队 整体投票率达到94.8% 创下台湾投票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 选举的结果在第二天开票完成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所推荐的蔡世谷律师 在台北市还获得第一高票当选 而台北的土城庄与新竹的红毛庄 居然缔造了投票率百分之百的惊人创举 其中红毛庄原本预定有两个人确定无法来投票 一位呢是卧病在床奄奄一袭的叔叔 没想到当天这位叔叔居然回光烦照 吵着说要去投票 他儿子呢就赶快请人抬轿子来 载他去投票所 另外一位是远在南投仁爱乡高山上面工作的许姓庄民 原本因为路途遥远无法赶回来投票 没想到在最后一刻 他终于赶回新竹新风乡的投票所 完成人生当中神圣的一票 今天我们有图有真相的左容写真馆 为各位介绍了1935年在官民合作之下的台湾史上第一次的选举 在经过了将近90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台湾的民众的民主素养是不是真的有显著提高了呢 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您也喜欢每隔周三晚上八点定期更新的左容写真馆 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ではまたね